Yahoo 劉河是真名 是真名 我身份證的名字 平時的人都是叫劉河 或者叫我的英文名字Nello 都是這樣 因為現在參加了《中聯好聲音》 而這個節目之後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你的名字的關係 因為有時候我基本上都戴口罩 如果不戴口罩 在街上很多人都認得到 都是這樣 劉河加油 我都跟他們說 不要太認真 這個是一個娛樂綜藝的音樂節目 不要太認真 有些真的很緊張 很欲緊的感覺 會的 一定會開心的 因為我都 其實我沒有想過自己會走到這一步 因為上一屆我有個朋友都參加了 他說 你知不知道有《中聯好聲音》的節目 然後我說 我不知道 我都沒有看過之前 這麼多講故事 講故事 賣慘的 其實我是很抗拒這些事情的 如果我參加會不會好像這樣呢 之前我都跟編審和節目組的人 都諮詢過 他們都說 這屆是長歌的 因為我幾乎可以說 沒有參加過什麼音樂比賽的人 突然踏上這麼大的舞台 都會有怯的 都會怯的 所以這次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其實這次比賽我自己根本想不到 會出了這樣的發酷反應 就是我自己的人生 其實我有時候 我也有想過 壓力這麼大 為什麼要繼續唱下去呢 但是有時候想 哎呀 這麼多喜歡我的人 盡量不要讓他們在這麼早階段 對我失去信心 其實他們都是我唱下去的動力 我輸了肯定不會不開心的 我已經很開心的 因為你試問一下 作為一個素人 作為這麼久沒有唱歌的人 可以在這大半年之間 可以贏得這麼多觀眾的賞息 可以拿到這麼多的觀看數 可以在各大報紙 社交媒體上 可以成為一個熱點的人物 已經足夠了 對於我來說 我都是那句 我憑什麼 我又不是很努力的人 其實我是很隨性的人 我憑什麼 其實我是一個知足常樂的人 其實已經夠了 我沒有所謂 真的沒有所謂 在我心目中 只要我在這個節目中 表達了我想表達的一些東西 大致上做到 就已經完成了我這次 所謂的比賽的目標 那以後那條路是怎樣 要讓以後去決定 我自己看好哪些 可以進入到最後 其實我是看好輝智的 譚輝智的 無論在聲音 或者演繹的角度 技巧和感情 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 冷馬 按照我看 古翠文和傑文 因為我覺得他們 相對我來說 可能他們沒有我這麼幸運 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比賽 已經有這麼多熱度 但他們在這行 拼搏了這麼多年 終於有一個這麼大的節目 我一直都覺得 在這個比賽中 他們的為人 處事方式 或者對唱歌的熱誠 或者做比賽這件事的態度上 我覺得他們是值得我去學習的 特別是古翠文和王健民 我覺得他們應該 可以在這次得到什麼 或者我都希望他們 可以更加進步 就是這樣